这首《手指拜祈》 这一首《手指拜祈》 十五岁的君人 你看到那个汉字的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什么手指是什么东西 但其实这首歌非常有名 然后讲他的名字 你可能就知道 就是寄给十五岁的你 就是他是日本一首 算是很重要的毕业歌曲 就好像我们那个毕业的时候 就要来唱那个《朋友医生遗弃周》 他们毕业的时候就要唱那个 这个写给十五岁的你 其实这首歌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女主唱 然后她写的歌就是这个 Angela Aki 唯一好听的歌 她其他的歌不是说不好听 可能我还不了解她的艺术性 但是这首歌真的是 你一听一次你就记得 她前面就是 她是一个非常洗脑的曲调 她的MV 也很棒 因为她其实歌词就是在讲说 她写信就是说她问 其实简单一个中心思想就是 十五岁的你 你已经想好你未来人生要做什么了吗 然后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回头看 你又没有完成你十五岁当时的愿望 就是你十五岁的目标你没有完成 所以她的MV 很棒 就是她的MV 就是有一群 朝着自己梦想前进的日本小朋友 她日本人最擅长这种就是用一首歌 然后让你觉得好像要哭要哭了 日本人最喜欢哭了 所以他们也很擅长拍这种东西 那她歌也好 或者是她MV 也好 都非常值得一听一看 反正就是你先听她的歌 然后再看她的MV 然后你再回来听这首歌 你就会特别有感觉 那其实日本这种歌词 就是她的那个 他们很擅长写这种 就是会让人想哭的歌 还有一首叫做那个 那什么厕所的 厕所的美 厕所的女生 那个后来被踢爆 那根本不是她的故事 但是那首歌也是很感人 她很长 就是她就是唱说 她从小她奶奶跟她讲说 你要把厕所扫干净 这样才会变成一个漂亮的正妹的样子 这个我们最熟悉了 因为从小妈妈都说 如果没把饭吃完的话 以后你就会娶妈子脸的老婆 之类的 所以这种就是 一个大人又来骗小孩的话 但是她就把她唱得很感人 所以日本有很多这种感人的歌 那这一首特别有名 就是因为她很容易唱 因为很多感人的歌很难唱 你听她唱 我还觉得很棒啊很棒啊 然后叫你唱 不好意思也唱不出来 可是呢 这Angel Aki 她厉害就厉害 在她把她的取调 写的感人 但是又很容易唱 为什么朋友 我们总是在 在那个毕业的时候要唱朋友 不唱童年 因为童年难唱 童年你不是障碍家 你不是罗大佑的话 你就代表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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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就注意兩個地方 第一個,鋼琴 因為這首歌是鋼琴伴奏的 然後再配這個 Aki 的聲音 Aki 的歌呢 我雖然說我不太懂他好聽在哪裡 可是我必須說他唱歌是一個 音色非常有特色的人 他長相也非常有特色 因為他看起來很像外國人 那他唱歌的那個 唱歌的那個唱起來也很洋人的那種感覺 他有另外如果你家有 Tidal 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 Aki 唱的 金星海峽東景色 你會聽到完全不同版本 你要用 R&B 版本的這個 金星海峽東景色 一直以來聽到的都是這個 演歌 但是你會聽到不同 所以他的音色在這個音響上 因為他的伴手很單純就是鋼琴 所以他鋼琴的部分有展現出那個 敲擊那個琴鍵 敲擊琴弦的那個敲擊的那個力道 有聽出來 因為他的錄音有特別強調這一點 所以你有聽到這個部分 那你的鋼琴部分就過關了 但是呢 人聲的部分就比較難 他人聲的這個變化 他的音色變化 還有他的那個感情變化 因為他終究就是一個畢業歌曲嘛 所以他的情感有變化 有期待 有哀傷有分別 又有期待 again 所以呢 他的這個歌詞 你可以先看他的歌詞 然後去對照他唱的那個情感的變化 你就可以去看看你的音響 在這個人聲變化 就人聲的這個情感處理上 能不能做得好 那同樣我也常講還有一首歌 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就是越過天成 那一首可怕的情殺歌 那十川小百合 不過呢 跟這首阿奇的這個 紀也十五歲年 也是完全不同風格的曲子 所以都是非常值得一聽的歌 這一次音響展呢 我們同樣的曲單呢 會在兩個地方播放 第一個就是我的音響沙龍 錄名用那全套音樂播放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原三音響展的V105號房 台山的展間 這次一樣展出我的 Find FE 12 跟 Vintage 12 還有 Accuphase 大全套 就是在那直接播出 那目前呢 我們錄名已經可以報名了 那如果說你現在看到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在會場了 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直接到錄名現場 我們可以現節讓你直接進去 但是 有沒有座位就不一定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聽完這個 Find 這邊的聲音呢 你可以趕快前往錄名 去聽聽看映鵡的聲音 我們一起拍攝 如果要你來看還有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